现在这个季节 大家的菊花可能都已经 开到尾声 或者说已经是花后了 那我就涉及到问题就是修剪 其实修剪不是说一刀切 或者说一剪子的事情 是要分好几个情况的 我这些修剪的知识是小时候 我奶奶教我的 因为她以前主要养的就是那种 大多的比较胡爪菊 什么那种大一点的 然后这时候她会教我一些 修剪的小知识 比如说像是这个情况 已经种有脚牙出来的 而且脚牙已经长得很好的 就可以给它齐擦给修剪掉 像这种是未来开花的主意菊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 根本就没有长脚牙的 像这种就一定要留有余地 因为你这样给它齐擦剪之后 它就真的一剪没了 可能就不会再发小牙 这个颗就废了 而且它还带开花的话 你就只需要把这些残花给剪掉 让它再开一小擦就好了 像这种剪掉先剪掉残花 让它开 然后留有这些叶子 给它关上装油以后 憋出小牙之后 你再给它上面修剪掉就好 还有一种这种情况 这种就比较大朵的菊花了 像这个 有花帮你让它继续开吧 然后这边下面 也是已经有脚牙在成型了 然后等它这些开完 你也是给它这样剪掉了 留这些然后还要给它换盘了 然后这个像这种脚牙还不要剪掉 然后你也不能给它这样洗茶剪掉 你可以给它残花修掉 上面留留这一些绿叶给它光合作用 然后基础营养 以后它这些脚牙它会继续长大 长得更好 所以脚牙还没出来了 一定要切紧 留有余地 像这样 让它继续长吧 以上讲的这些都是针对这些 小米菊 切花菊 这些的 其他特殊品种菊花 有它的特殊对待方法 我就 所以 有了自己忙去 所以大概就讲这些吧